第二题 某存物质在温度-60度C的时候为固态 -10度C的时候为液态 250度C的时候为气态 问我们根据右表 此物质可能是为什么 那我们从这边的-60度C跟-10度C 我们可以晓得 我们这个东西的融点 应该是在-10到-60之间 所以我们答案不可能是假 假-80太低了 我们也不可能是饼 饼是0度C太高了 那么答案只可能会是饼或者是钉 那么根据250度C的时候为气态 表示我的废点会要比250度C要来得小 所以钉废点在350度C太高了 所以我们只剩下了 饼是可以选择了 在-20到200之间就是有可能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们第二题的答案 我们要选择的是B 饼才是我们的选项 OK